这一进来,真的感觉好像回到家了 总统大选就投给全台湾最黑的男人,好不好 这一进来,真的感觉好像回到家了 20多天下来,大家看,我有没有更瘦了 有没有更黑了 脑袋有没有更凸了 但是有没有笑得更灿烂了 的确是又黑又瘦又凸 但是为什么笑得灿烂 因为好多民众来迎接我们的时候 在我们说的场合,眼睛都充满了期待 表情都充满了热气 那种感染的热,那种期待 真的是无法形容 所以这一趟将近20多天来 你说我没想高雄 我其实几乎每天都在想到高雄 新闻只要有高雄,我都要多看一下 然后我跟三个副市长之间 也是热线联络 刘德林刘一元 这个被打,这个满脸出血的时候 我紧张得不得了 我都感觉到我的脸都痛起来了 然后林一迪过肩摔的时候 我在想林一迪的腰有没有受伤 然后我的心都在关切这些 高雄市的各方面有没有好 高雄市的建设 高雄市的该推动市政工作 其实每天心都在关切 总统大选就投给全台湾最黑的男人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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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